我们在独库公路碰到了一个大池的车友 来看一看 哎呀 我曾经也开过好长时间大池的车 宝哥 你好 哎呀 你好 哎呀 我也开了好长时间大池的车呢 哎呀 我就是看了你的 看了我的视频 哎呀 我就在考虑买到你的大池啊 嗯 因为我看到你接受过大池来的 是我介绍过 当时我开了20多天 嗯 我那20多天我整体测试下来 我感觉就是大池这个车还是很有性价比的 性价比好 它的性价比 对 你要说 它是在设计房车的 它是一条鲜鱼 对 把性价比给打下来 对 你要说跟那些像伊维克啊 挺贵的比 它不见得比别人好 但你想到这个价格就值得了 哎 可以可以 我 我到新疆我还是开大池 我买了半年吧 啊 买了半年 我开大池还是开了 接近三万公里了 接近三万 还是可以 啊 我觉得还是可以 呃 这次走读库感觉动力怎么样 可以啊 够用了 是吧 够用了 2.8代替的 还是够用了 嗯 你这车是多少钱买的 嗯 我说它搞 它搞活动时候买的 嗯 六十八两吧 是满流一家搞活动 是三十六万 三十六万多 三十六万多 它这个车三十九安八 然后搞活动嘛 但是我记得很清楚 是的 嗯 跑了跑了这么多公里 时候对这车还是挺满意的 是吧 还是可以 有没有出国医生 它的那个小毛病人们 上装的小毛病多少有一点 但是自己 它的售后啊 给我精灵不见啊 都都 这个房车上装的小毛病 多少都会有 都有 你不管是哪个厂家 这个就看得多数人 嗯 那我问你个问题啊 没准这个 呃 这几个问题 就是对车友来说 也挺重要的 您这趟 除了是第一次使用房车吗 第一次啊 是的 那你现在的感受 这种生活是你想要的吗 是啊 因为我在 因为我玩床车玩了两三年吧 嗯 觉得我喜欢 嗯 喜欢出来旅游吧 在家去退休了嘛 哎 在家里坐不住 哈哈 那床车和房车比较 因为您两种都玩过了 你觉得他们 就是比较有什么优劣是不同吗 这个档次就高点 高点多了 生活也方便多了 因为我床车到过拉沙嘛 到过我们四川嘛 到洪园啊 到鲁尔盖啊 嗯 都跑了那儿 那人用的是床车 嗯 但是遇到吹风下雨 就一点都不方便 嗯 还是这个这个 嗯 用房车挺方便的 哎 从那个花销上是呃 呃 床车有没有花销的更多一些 这个啊 这个看你不跑多远路了 从我们到新疆 从京江到现在都是三个月了 嗯 曲折旅跑路跑多少 也差不多 其实在池上是吧 跟床 跟床车的 因为床车的费用呢 肯定是 我觉得 以我的感受来说啊 嗯 床车的 过路费和邮费啊 要高一点 嗯 因为那个一天都在路上跑 嗯 房车就不一样了 它慢一些 哎呀 慢一些 一个地方停个三五天 像我们在前面 我们到 林乐科嘛 嗯 停了半个多月 嗯 那费用就 就低了嘛 就只有点生活费了 您是这次是跟 嫂子一起出来 啊 对了 我跟我的老伴一起出来的 那挺好的 嗯 这彻底的那个 享受这种 旅行生活了 哎 是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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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彻底的 放下一切了 嗯 那您下一步去哪 下一步呢 我这里是 到内蒙吧 到内蒙啊 到内蒙吧 这里 北京基本上是 转完了 南京还有一点热 嗯 我们下一步是去西藏 下一步到西藏 对 我是 我是从那个北京那边过来的 您要是有空的话 到北京那边 我那会儿不有一个营地吗 嗯 北京嘛 呃 就是北京旁边 北京东面 香河 香河啊 对 那有一个营地 啊 我们的营地车友临时去停 我们也不收费 哦 去香河 去香河吃点肉饼 啊 可以可以 可以 谢谢啊 然后您 您在那个 就房车这块 有一些什么事啊 有一些什么问题 我也可以帮您解决 哎 那可以 可以 因为我们在武清 也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 售后改装的基地 哎 那可以 另外就是 我跟大师的老板李明长 我们关系都挺好 哎 大师 我知道 嗯 我在 我上次在 哪里啊 在西双版那 也看见你了 啊 是吧 在西双版 我们在一个营地 哦 在融创啊 融创的营地 在融创云地 我看见你了 我是去那溜达了 两回 哎 就是 就是 行 老哥 我不打扰你了 我去吃口饭 谢谢 再见 一路顺风 一路顺风 好嘞 下个视频 让你见识一下 独库公路饭店老板 是如何拉客人的 我看见你了